好 今天就来讲宋言读 宋言语其实是在12篇泛文里面 是最难理解的一篇 所以大家理解完这篇之后 其他都会觉得很简单 好 跟之前一样 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一些笔记 和练习 大家就可以DM我们拿 好 这一篇就是装纸写的 首先要理解一下装纸是怎样的人 他就是明州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叫他做装纸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装纸梦碟这个故事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上网搜寻一搜寻 他大概和上一次提到的盲子差不多时间 他就是战国时代的宋国人 其实他曾经有做过一些地方的小官 但他之后过着隐居的生活 他生活贫困但淡泊明利 以清淨收到作为他的生活 他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著作装纸这本书 他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所以后世将他和老子并称为老庄 据说他曾经就隐居在南华山 所以在唐原中的时候封了庄纸作为南华真人 所以也有人会叫他本书庄纸作为南华经 然后来看看庄纸这本书 他集合了庄纸和庄学后人的篇章整理 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 道教中将庄纸作为经典 也会叫他南华真经或南华经 其实由汉代到晋代之间 庄纸一直都有52篇 但现在所见的庄纸只有33篇 应该是国杖作注的时候所编定 在历代的庄纸注本里 以国杖注和成元英梳最重要 所以大家上网搜索这本书可以留意一下 庄纸这本书内容比较丰富 和想象力都很强 就像我们今次读的烧耀油里 也有很多比喻等等 庄纸里面比较出名的篇章 有今次我们读的烧耀油 齐密论和养生主 在看烧耀油这篇文章之前 必须要先理解庄纸的一些观念和学说 才能够看得懂这篇文章 首先在庄纸的人生观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齐密论 齐密论是什么呢 跟老子一样 庄纸觉得天地万物和人士背后 有一个运行不息的规律 就是支配的 那个叫做道 但什么是道呢 庄纸觉得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所生出来的 所以有蜜就会有道 所以这个道就是无所不在 永存的 所以由道而生的天地万物 我们观察到了 它就无时无刻地在这变化 一般人对于这种自然的变化运行 会做一些比较表面和相对评价 例如月就会有满月 蛾微月 太阳就觉得它升起落山 生命就对于我们来说 亦都有生存和死亡 而基于这些表面和相对的评价 我们就会产生感情上面的喜悟和喜怒 庄纸觉得这些常人对于事物那么狭暗 和相对的评论 都是因为我们用一些很片面很渺小的角度去观察事物 才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结论 比如说我们以为太阳是上山落山的 但如果当我们跳出我们人的角度来看 就会知道它只不过一直在转 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摒除人事的目光 就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来观察万物 以这种角度 庄纸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是齐一 什么是齐一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一样 彼此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一切的事物 性质 差别 特点 和客观的真理全部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导所生 所以如果基于这个观点再拓展出去 天下间就没有高低 强弱 古今 大小 是非 善恶 先后之分 这些东西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有这些分别 其实全部都是由于人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断这些事物 所以好坏之分并不是由客观事物他们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而是由我们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 好了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庄纸在他的老婆刚刚死的时候 他就激起这个瓦盘唱歌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表现呢 不是因为他死了老婆 然后他就觉得 哎呀 我可以找个第二个漂亮点好点的老婆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 他因为看破了生和死的界限 他就觉得生和死其实没什么分别 因为生和死只不过是对于我们人来说 但可能他死了之后 他身体化为了泥脱的一部分 空气中的一部分 其实都是存在于世界之间 而他认为他老婆就归于自然 我们一般人就认为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而死亡是一件会令人悲伤的事 但在他眼中就觉得生和死是没什么区别 而是因为他觉得生和死只不过是对于人来说 但实际上对于大自然 相信人的本性来说 其实这件事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所以生和死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当我们看破了这件事之后 其实就是说 人其实都可以叫做 没有生死的概念 而当我们能够打破 有、没有、大、小、是非、善恶、荣辱 这些概念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会显生出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齐一 这个境界 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看完这个齐物论之后 就要理解什么叫做逍遥 这个也是我们这一篇想说的核心主子 在庄子的哲学中心来说 就是归于自然 归于自然就是好像刚才所说的齐物论 就是天地与我并生 就是因为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可以和自然归为一体 就可以逍遥了 而什么叫逍遥呢 逍遥就是追求一个内心自由自在的境界 就是无拘无束的 一切对于他来说 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得而不起 失而不忧 所以这种心态 我们就当它是逍遥的表现 逍遥这个境界 就和齐物有关 是因为基于齐物论 万物就没有善恶美丑之分 全座也没有生死的区分 所以人就不会因为爱物而所累 也都不会因为得失而所感到悲喜 也都不会因为生死而又所牵动 这种的态度 我们就叫它逍遥了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自然对于我们来说 所有东西都是没什么所谓的 所以这种我们会觉得他能够内心自由自在 而当我们能够做到逍遥的时候 我们就会懂得养生 如果有读文学的同学 可能有听过 装置用刨丁解牛做一个比喻 就是展述这个养生之道 这个简单说一说 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要劏开牛肉 当我们能够顺着牛肉的纹理去劏 就会不伤那把刀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劏过东西的话 肉是有它的纹路的 如果我们不顺着纹路去劏 一方面我们的肉会被我们劏得融融烂烂的 但另一方面刀都很容易磨损 而刀对于装置来说 就是比喻我们的人 就是说当我们能够顺其自然 就是说顺着纹路的话 刀就不会受到任何损伤 就好像我们顺其自然去生活的话 就会不伤己身 就可以静观万物变迁 不会受到任何心灵上的伤害 所以如果要做到这一件事 我们就要从物质世界去解放 因为我们世界上很多人都会以得到富贵 名利 名誉 而觉得开心 但因为这些东西而开心 我们看到它有所依赖才能够得到所谓的逍遥 所以这个逍遥不是绝对的逍遥 如果我们要有绝对的逍遥 就要无所依赖 无所限制 这个才是真正的逍遥 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 好 看完庄子的人生观之后 也要理解一下它的政治观 但由于它也有不少观念 《无为而至》和《无国》这两个概念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DM我们拿下评论里面就会有写 我们今天就来集中说了《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也是在逍遥里面 《无用之用》有提到这个概念 《无用之用》 其实庄子就是用来逃避黑暗的统治 因为当时政治对于百姓来说 是有很强的压迫 庄子就觉得文章内的那棵树树 它是没有用 所以就不会有人斩 所以它最终能得向天年 而这种《无用》就是对于自身的大勇 正正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 这个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上去一些东西好像是无用的 但其实这种无用正正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用处 譬如说其实庄子曾经有被楚皇邀请出生 任为宰相 但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这些很多的朝神都会陷入政治斗争 而最后很多都会是枉死的 但是庄子就拒绝了这种东西 他就隐居于山林 这个就是幕内好像没什么用的 他又好像很穷的 又不会有很多的利益 但正正是这种隐居的无用 令到他不会陷入政治斗云之中 对于他来说他就可以慢慢享受生活 直到他自然死去 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大用 就是无用之用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无用之用的理念 之后在理解逍遥游里面也会很有帮助 接着来看一看提解 这篇逍遥游是截录至庄子内篇逍遥游 逍遥游三个字 首先逍遥刚才有解释过 指游言自得不受任何的驱促 而游是指活动 所以混合在一起 就是随心不受任何驱促的活动 而所谓逍遥游 我们是追求一种内心自由自在的境界 就要无拘无束 信性而行 得而不起 失而不休 这种心态我们就叫他逍遥的表现 而这篇文的文体就是雪里散文 我就不多说了 好了 也还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要跟大家理清一下 首先第一个叫无己 什么叫无己呢 己是我们所说的成见的意思 譬如说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 我们的成见是要有名利的 要有功名的 要以天下为己任的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些成见 因为是我们一直都觉得 我们需要这样做 但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 这些只不过是我们所拥有的成见 而无的就是要抛下所有这些东西 要亡名亡功亡天下 但怎样可以做到这一件事呢 首先就要回到他的齐物论 就要无是非 我们不会特意去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不会特意去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的 所以当我们认为这些 我们不会再去分辨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而当所有东西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样的话 就没有东西能够相及我们自身 所以就能够做到无己 第二个概念就是绝于用大 绝于用大就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懂得用一些大的物件 即是说是一些很有大用处的东西 你一样的解释就是我们不懂得把一些物件 用在一些很大的地方 用在一些能够做到很多好东西的地方 这个详细解释就在后面了 大家可以先记住这些解释 然后就来到内容术识的部分 那就是第一 装置就借着卫子和自己对于大狐狼瓜 即是这个大户的不同处置方法 就带出绝于用大这个话题 他就用不均手之药去反驳 卫斯大户无用的说法 只要你不过于世俗之用 才能够体会事物的大用 好了 但是具体他说了些什么呢 首先在第一段里面 卫子就认为大户无用 那就是说 卫艺王就送了一些大葫芦的种子给卫子 而他就将这种种子种成大葫芦 这个葫芦结出的果实就有五石那么大 五石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百米 就是用来装水的 但是大家可想而知 五百米就很重了 所以这个葫芦 它虽然可以装很多水 但是它的坚固度 就不能够承受这些水的重量 就不能够自我支撑 所以就会爆开了 好了 当我们知道它不能够用来装水了 位置就把它劏开一半 来做这个的瓢 那瓢呢 在古代来说 就是用来装水 即是拔水的 好了 但是因为这个瓢实在太大了 因为它可以装五百米 那装开一半它都有二百五十米的容量 那它就太大了 那我们就没位可以装它 所以其实就是另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瓢实在太大 而且很平很浅 那就不能够装到些什么了 好了 就是因为这样 位置就觉得这个瓢 又空虚又巨大 没有什么用处 那就打烂了它了 但是其实对于装子来说 它就觉得这个是不善于将一些事物 用在大柱的表现 好了 所以它就以不均手之弱 来反驳卫斯大户无用的说法 那这个故事就是说 宋国有一个很善于 调制不均手的药物 那就是说 会有一些药物就可以解决这个皮肤 因为太冷而开裂的情况 那就是你当可能好像现在的lotion 那样 好了 这个人呢 细世代代都是以漂洗的脂水 作为他们的职业 那有个客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就愿意以一百金的高价 就收买他的药物 好了 那这个人呢 就全家族的人就职集在一起商量 商量完之后就决定买给他了 而这个客人得到药物之后呢 就去到吾国去游说吾皇 那就刚刚好状正月国公吾 那吾皇就派他统书军队 那就是冬天呢 就和这个月军在水上交战 那于是呢 就大败了月军 而吾皇就各地封赏他 好了 那庄子呢 就以这个故事就说明 其实同一种药 那有些人 就好像那个买药的人呢 用了他就能够得到封赏了 那有些人呢 用这个药方呢 就只不过是一些票洗私水工作 那就每年呢 就只可以赚到几个金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都是不善用其大 就是绝于用大 那其实可以见到啦 其实这个装置呢 也是在嘲讽位置呢 就是绝于用大了 那装置呢 就回应这个位置的问题 那他就觉得 只要顺应住大户的本性 那就是把这个大葫芦瓜 当做一个大腰洲 就是 是在这条腰上面 那就可以当水泡 那就可以浮在那些江湖之上 那所以呢 也都同样地 因为这样 不需要担心这个大葫芦瓜 太大而无处可放 那所以呢 他这里其实就是说 卫斯他心灵茅塞不通 那他的思维呢 就受到他承见的限制 那就不懂得变通 那就去讽刺为止 卫斯绝于用大了 为什么他会说 卫斯的思维受到限制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 他去思考这个大葫芦瓜的用处呢 亦都是用一些坊间 世间常有的想法 譬如说我看到一个葫芦瓜 这样子 通常呢 我们都是用这些葫芦瓜 去用来装水 又或者是把它劏开 用来捕水的 那这些呢 全部都是用一些 这世间平常人的目光 去看这些东西 而他忽略了呢 他其实有很多 可以其他用的地方 那就是因为他受到 这个承见的限制 那所以就不懂得变通了 那这里稍稍总结一下 那就是其实说 同一样东西呢 我们不同人用不同方法去用呢 那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所以他这里就指出了 善于用大有多么重要 那五石之大的大葫呢 虽然不可以好像普通的大葫芦 那样用来做一些普通的瓢 或者用来装水 那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顺应这个葫芦的本性 那就把它当作大腰洲而浮游于湖海之上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大葫芦 那其实这里呢 他就指出紧实人 都是绝于用大的 那所以呢 他这里其实就是说 常人呢 常常都是以自己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 那所以呢 就会有是非好户的情感 那就会令到万物受到干扰了 因为万物呢 其实是他的本性 但是我们常常都以 对于自己来说有没有用 或者是对于我们经常用来 用作的用途来说呢 他能不能做到这些用途呢 那就是因为这样呢 人呢 都会因为这样而被外物所牵累 那就好像卫斯因为有己 那他就以自己的主观作为标准 那他就觉得五石之户没有用 那所以呢 就为其无用而扑之 那所以这里呢 就看到他是过于世俗之用 就不能够体会事物的大用 那只要能够信应他的本性 将他当作大腰洲而浮游于湖海之上 就不需要担忧互落无所用 那这里呢 就会见到 看下去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呢 可以另有作用 那只不过是常人受到有己的承见限制 那就看不到这个作用 而人呢也都因为这样而有所牵累 那他就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 是因为他有己 那当人呢 有己的时候呢 就会因为各种己而有的欲望 就是譬如说 我们认为富贵公民利禄 这些是很好的东西 那因而呢 就会因为这样产生一些欲望 而这些欲望呢 就会令到我们受到种种的限制 譬如说 我们为了富贵公民利禄 就会是迫自己去做某些事情 那就会令到我们不能够逍遥自在 那所以呢 那装子就认为呢 只有无己 就是刚才所说的 不受承见限制 不受于世俗的价值观所驱促 那才能够体会事物的打用 那才能够达到逍遥的境界 那所以呢 那这个呢 他也是再重申多一次 那真正的逍遥自在呢 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 就是譬如说 有些人觉得 要有钱呢 才能够逍遥自在 他他跳跳摊世界 那但是 在装子眼中呢 这些不是逍遥 因为这个逍遥的成立前提呢 都是有这个富贵的 而他觉得逍遥呢 是不应该有任何的前提限制的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来看第二段了 那在第二段里面呢 装子和位置呢 就着这个书树作出一个讨论 那装子呢 就借着书树的无用来讽刺 装子的理论夸弹 而且是不适用于世 那呢 就被世人所披起的 那装子呢 那装子呢 就说他有一棵大树叫做书 那由于他树的盘结 小枝有弯曲 那所以呢 就不能够符合木匠 他们用来取材的要求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对于木匠来说 他是一些无用的东西 所以虽然他生在路边 是一些很容易能够斩来的地方 也都不是有任何人拥有这棵树的 那所以呢 虽然木匠能够自由地 拿这棵树作为他们的木材 那但是木匠呢 他也都不舍一顾 好了 那所以呢 那这里其实就是说 这个装子的理论 就像这棵树树那样 夸弹 而不适用于世的 那所以呢 就好像木匠一样呢 那世人都会脾气他的理论 那那作为反驳 装子呢 就举出了野猫 黄鼠狼和犬牛 作为反驳的 那他就认为野猫和黄鼠狼呢 他呢 就会蹦下 去捕捉一些小动物 或者跳来跳去 那呢 就去捕捉这些动物的 那这些呢 他们很聪明 他们能够去为人类去捕捉小动物 那但是其实他们最终呢 都是中了陷阱 死在联网之中的 那但是相反 这个犬牛呢 他体型庞大 大到好像怪天明月云那样 那样 那他虽然不能够捕老鼠 但功能很大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 那些野猫和黄鼠狼呢 他在世人眼中是很有用的 那但是呢 他们就没有好结果 那对于他们自保 就是保住自己的条命来说 是没有用的 那但是看回这个犬牛呢 他体型庞大 又不能够捉鼠 那看似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对于人来说 是没有用的 那但是其实呢 他就能够得向天年 因为这样 那所以呢 其实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呢 就是说他所谓的无用呢 对于他自己来说呢 就正正是一个非常大的用处 那说完这个比喻 去说明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之后呢 装子就再回应回位置了 那位置呢 就担心书树大而无用 那所以呢 装子呢 就建议将这一棵 好像无用的书树呢 就种在一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或者一些广阔的旷野上面 然后呢 就可以逍遥地 自由自在地 徘徊在一棵树附近 可以摊在一棵树下面 那所以呢 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逍遥自在的境界 而这棵树呢 亦都是因为他无用 所以呢 不会被砍伐 亦都没有东西来侵害他 那所以呢 在世俗人眼中 他虽然是无可用的地方 但是呢 就不会因此而遭受困苦 那所以呢 对于这棵树来说呢 他所谓的无用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用处 那所以呢 总结一下这一段 那就是大的书树 因为他无用 木匠呢 就不是一股 那所以呢 他就能够不为势所用 不损他的本性 那就是说 不会被陷阀 那他就能够得享天年 而这种的无用呢 就正是对于他自己来说的 一种大的用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庄子呢 就以这个 中大书树 在无何有之乡呢 那他就暗示 其实呢 要达到逍遥的理想呢 其实不是说 我要在哪一道 才能够做到呢 就是不是说 我一定要隐居的 也不是说 我一定要大隐隐于屎的 那他其实最主要呢 我们不在乎 我们要在哪一道 才能够做得到逍遥 而是精神上的修养 当我们精神上修养做得好的时候呢 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够逍遥了 好 那看完整篇货文 那最后呢 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就是 其实庄子你看到 他虽然在批评那些世人 都是绝于用大 也都提出了 懂得用大的分别 是重要的 那但是其实 在庄子的思想里面呢 如果能够理解无用之用呢 这个境界是更加高的 好了 那卫斯呢 就将庄子比喻为无用的大树 而庄子在回答的时候呢 也都指出了有用的限制 和一些危险 就好像野猫和黄鼠狼 因为有用而死亡 也都说明了无用的平安和趣味 就好像那棵树鼠一样 那所以呢 其实他这个理论呢 就结合了这个大树和人 他认为呢 无用的话呢 就两者都能够得到保存 那就可以化解他的烦恼 那就可以触见无用之用的大树 好了 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这篇文章呢 也都能够见到道家 和明家精神上的分别 那什么叫明家呢 卫斯呢 是一个典型的明家的精神 那就是他对于有用 这一件事是非常执着的 就是他一路在那里 饥奉庄子的说话呢 大而无用 那他就以胡鲁瓜 作为一个有用的分析 那他就由整个胡鲁瓜 然后呢 就再去把它分开做飘 然后呢 就再将这个的飘呢 就击碎 那这个呢 其实你看到他 就是将他层层再一步一步地分拆 那其实这种是一种分析的精神 那是明家一路所提倡的东西 那所以呢 他的意思呢 就是他去找他有用的地方 那于是呢 就一直都是用一种 对于人来说 有没有用的态度呢 去分析他的适用的条件 是用一些细族的目光 就是说平时我们一两项 都是将这些大胡鲁瓜 用来装水或者用来将他的汤开做飘 那如果他不能够做到这些东西呢 就是没用了 然后那一棵的绒种的书术 也是一样的 又是大而无用 那其实这里看到了 其实他是用一些细族的目光 用他自己的成见来对待一些事物 那所以呢 其实他这个呢 就是有己 那他有所代 就是有所依赖 那就自然不能够悠由自得而逍遥了 那但是装子呢 就主张要顺应自然 那就是要亡名亡公亡己 那其实呢 对于他来说 位置的大书术 好像没有用的 那但是就正正因为他没有用 那就令到他不会被狠罚 那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用呢 就是大用了 那所以就是一无所用 就能够无之而亡公 那就能够逍遥了 于是呢 装子呢 他就主张要顺应卖物的本性 随于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的 就是譬如说 好像那个大葫芦瓜呢 不能够装水 那又何必一定要拿它来装水呢 为什么不顺其自然 拿它作为腰洲而去渡河呢 那如果这个书术没有用的 那为什么不把它栽种在一些矿野里面呢 那人呢 就可以无所驱足地在旁边休息 然后自自然地摊在那里 可以放在那里 可以放在那里 可以睡觉了 那所以呢 那装子呢 就认为 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卖物的本性呢 其实 一定呢 都是会有用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位置呢 就是绝于用大 那就进一步说明呢 其实以无用为用 那就能够去回应回 这个无所代的意思 那就可以 再一步去说明 这个逍遥有的主旨了 然后呢 就来到这篇文的写作特色 那首先呢 它是善于以寓言说理的 那就譬如说 那个送人有善为不均手之药 这个故事呢 就是一个寓言 那它就用来说明 同一种事物呢 主于用大的人呢 就只会落下一个很平凡的境遇 那但是善于用大的人呢 就能够风观尽着了 那这一种 这一种 运用寓言的方法呢 就能够令到文章的文字精简 含义丰富 也都令到整篇文章充满着故事性 那就读者也都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也都可以引发读者思考 那就令到他们自己呢 就从这个精简的故事呢 去思索背后的心意 那就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说理效果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善用对话 那首先本身整篇文章 都是位置和装置的对话 而在他的故事里面呢 譬如说这个送人的家族聚首商量呢 也都是里面再有一些的对话 那这个运用的对话里面呢 其实一方面就突显了 送人对于买药是否慎重其事 那就令到读者呢 也都好像参与了他们的讨论过程 那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突显出他们有多愚蠢和绝于用戴呢 因为他们特意聚在整个家族 在这里讨论隆重其事 那样的 但是最终比起这个买药方的客人 他风观尽着 那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 那就讽刺世人不善于用戴后果了 那另一方面呢 他也是夸张和比喻做了一个高度的结合的 就是说树枝成而实五十的大壶 他能够装500L的水 但是其实想象一下 世界上哪有一个这么大的葫芦瓜呢 那其实呢 这是一个夸张的手法 另一方面 这个大葫芦瓜呢 也是比喻这个要顺其自然的故事 所以呢 其实这里看到他是把夸张和比喻结合在一起的 那就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宏伟的效果 那就加大故事对于读者的感染力 而之后的《梨牛大药垂天之魂》 这个呢 也是用了一个夸张和比喻的手法 那所以呢 其实这些的比喻和夸张的结合呢 能够将抽象的东西变成一些具体 而一些很平凡的东西呢 又变成一个很红旗的形象 那就能够加强雪梨的效果 那最后一样的特色呢 就是他经常会运用对偶的 譬如说 有其大本拥种而不中食物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 或者是重于基辟死于妄固 这些呢 其实全部都是用的一些对偶 那就能够令到文字产生对情味 好了 那最后一部分呢 就来看他所用的修持 那就有比喻 夸张对偶这三样东西 首先 这三样东西呢 刚才也有说过 那就不再重复了 那最后两样呢 就是反文和蝶韵 反文呢 就譬如说 这个的无可所用 安所困苦栽 这个呢 的作用就是加强他的语气 那另一方面呢 蝶韵呢 就譬如说 有彷徨逍遥和臃肿 这些呢 就能够令到声吊蟹械 就能够令到读者看起来更加舒服 好 那今天对于蝶韵油的分析 就来到这里了 那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IG DM我们问 那最后也都 大家记得可以问我们 拿一些的笔记和练习 那今天就来到这里了